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面临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结婚六年了 我发现她就是个骗子 欺骗了我的青春 更欺骗了我的感情 她从来看不到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 每天就知道埋怨我 我觉得我每天活得太憋屈了 她每天就知道喝酒 对我 对儿子 她都没有负起一个丈夫 和父亲的责任 现在我是真的累了 有请这一对 有请 宋先生44岁 来自黑龙江网约车司机 李女士39岁 来自黑龙江特体 各位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夫妻吧 是 那您干嘛说她是骗子呀 因为婚前的时候 她答应我的没兑现 她答应您什么了没兑现呢 就是我俩出对象的时候吧 我跟她说我不会做饭 她说的没事 以后我可以做 但是呢 等到婚姻生活中以后 她就不做家务了 也不做饭了 那不是说我不做饭 是因为呢 她喜欢吃炒菜 我喜欢吃这个炖菜 我一做饭的时候 她总是挑三角色的 我理解夫妻之间 不是应该共同分担家务吗 你有时间你做做饭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她当初 承诺我的样 这怎么就骗子呢 因为她承诺我了 她没兑现呢 你信哪 但是当时是信了 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再婚吧 对 再婚 对呀 那你经历过一段婚姻 你这话你也能信吗 但是当时我是认为 她应该说话 就应该算话的 行吧 那个除了这个不做饭这件事 是骗子 还有什么事骗了 还有就是婚前的时候 她说的结婚以后 能生小孩吗 我说可以 然后我说的 那要是生小孩的话 我不想看孩子 她说那没问题 你只管生 剩下都是由我来 但是生完孩子以后 她什么也不管 全是我自己在带 然后我母亲 平时的时候 还帮帮我带孩子 这是您的第二个孩子吧 对 第二个 第一段婚姻里面 是不是也有个孩子 有 那你生完孩子 你能绝对不看他 不带他吗 不是绝对的 这不是生活常识吗 你也信啊 但是他承诺我了 他没兑现 我就挺生气的 这就说他是个骗子了 对 我没有替他开拓的意思啊 我只是说 咱们成年人 要对基本的生活常识 做自己基本的判断 除了他这个骗你之外 你觉得这个男人 还有什么不行啊 到这儿来 我坐月子期间 他不经过我同意的时候 就把工作辞了 他最起码应该尊重我一下 应该跟我打上招呼 或者我们两个商量一下 我辞职是为了 更好的能照顾你 还有孩子 因为东北的十二月份 冰天雪地的 如果我不辞职 去伺候他跟孩子的话呢 只能说两个老人 去伺候他 我的丈母娘呢 已经六十多了 我母亲那将近七十的人了 我感觉我做得对 我辞了职 为了照顾他跟孩子 我的很多同事呢 还有就是说我的同学 特别羡慕我这么做 咱们 咱们不管 可是他 不是 咱们不管别人羡慕不羡慕啊 这事不已经发生了吗 孩子才三岁了吧得 五岁了现在 五岁了 那这件事我做得没有错啊 不是 我就问吧 照顾得好吗 不好 他把工作辞了 美清明月好好伺候月子 然后他还去跟朋友 去喝酒去 恨不得就泡到酒缸里了 没照顾月子 照顾了 照顾了 是喝酒去了 不是 据说啥的 就是说正常我照顾他以后呢 随得有几个朋友 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嘛 为了能更好地 找一份工资高的工作 通过朋友 您的这些想法都实现了吗 你看他现在还找这些理由 我私事也是那个家吗 拿私事也是为了 咱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吗 但是现在生活也没有太好啊 咱们这么判断 他有没有努力 我认为他不努力 隔三差五就出去跟朋友去喝酒 喝得非常多 自己六七瓶 七八瓶 现在就是导致的他 前两天脚疼 然后上医院检查都得通风了 还有就是他喝完酒回家说孩子 现在孩子这么点 他老说他 不让孩子跑 不让孩子跳 我那是在教育他 因为孩子他已经五岁了 我也是想望子成龙 我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这一点就是说呢 我没有做错 他刚五岁 谁家孩子五岁跑跳啊 家里人 你不准跑 你不准跳 你听说过老话吗 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所以孩子在三岁 但是我不希望你这么管孩子 孩子在三岁到七岁之间 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段 所以说从小把好的习惯 要交给他 他现在刚五岁 你就这么管他 那等到青春期了 你还能管他吗 他是我儿子 我是他爹 爹教育儿子是理所应当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想要孩子害怕你 那可能是我的方式方法 可能是有点过激 是不是 肯定是过激 你不应该这么教育孩子 但是我教育孩子 我的出发点错了吗 没有错 行 小儿子是这样 大儿子来的时候 你也说孩子 你别说大儿子 你说大儿子我更生气 老大今年都十二了 他什么事不懂吗 他什么事都懂 因为咱小儿子 他已经把他的大哥 当成他的榜样 但是呢 老大做到了吗 老大特别贫 特别不懂事 因为什么呢 他每次来 他都在玩手机 你想想 他剩是以学业为主的一个年龄段 不应该是玩手机 而且他玩手机 他的眼睛已经玩得 就是说朝近视这个方向在发展 而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呢 老二天天跟他在一起玩 间接导致老二 也跟他在一起玩手机 我说他也是为了老大好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想让两个孩子在一起 不想让两个孩子感情更深一些 不是 因为他俩小 不是 老大和老二住一起吗 不住一起 我家孩子偶尔才来 对啊 不是偶尔才来吗 是偶尔才来 我说他也是为了他好 我挺生气的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母亲一开始 跟我们在一起住 然后他就当着我母亲 说孩子 因为那个老大是我妈妈一手带大的 你想他在老人面前说孩子 我妈心里能高兴吗 肯定是对他有意见 导致的现在我妈 已经搬出去住了 不跟我们在一起了 老人搬出去了 对 刚才我媳妇也说了 我丈母娘特别宠爱这个孩子 我感觉就是说 他宠就是惯着老大 比惯着老小还要多 所以呢 就是说老大来的呢 我也是说白了 我也就是为了两个孩子 因为讲来以后 他俩肯定是越来越好 你从 除了说他 你要不你就躲出去 我躲 因为什么 因为老大来了 我瞅着他来气 因为老大特别棒 他特别尖 就是说我说 你看你变玩手机了 你凭什么评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就是这种词 因为他不好的一些坏毛病 不是 你凭什么就这么评价一个孩子 什么叫不好的坏毛病 玩手机怎么就坏了呢 但是现在 其实说吧 你告诉我 但是因为玩手机 现在这个老人的眼睛已经 不是 你现在告诉我 他怎么就坏了 我没说他坏 我只说他这个毛病要改 凭什么要改呀 你喝酒的毛病改了吗 你改了吗 咱们要抬杠较真儿可不就这么说吗 你改了吗 为什么苛责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呢 所以老大再来 你怎么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他坚呢 所以老大再来呢 我就不说了 我就躲出去了 因为我瞅他我也来气 说吧 那肯定我丈母娘还有他不愿意 他就是好面子 不想要就是我前夫那面 知道我俩现在住的现在还是毛皮房 我俩都六年了 让对方知道了 能不能不说房子 说房我比你还生气 要不是说那你非要干这个买卖 把那个钱赔进去了 是不是我可以付个首付买个学区房 愿我吗 你就是一直就认为 我做这个买卖赔钱了 一直就是在满意我这一年 是 这个买卖是当初我愿意干的 我干之前 我已经征求你的意见了 是你同意的情况下 我才做的这个买卖 确实是没挣着钱 但是你也不能老因为这个说辞 就不让我干了 没听明白什么情况啊 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小买卖 不是这跟装修什么关系 刚才不是说装修还是毛坯房吗 我家还有一个冬签房 房子还没回钱 后期我俩就打算说的 用一部分积蓄 给孩子买一个校区房 然后我就做这个小买卖 就把这个钱动了 他就一直就是 那您同意了 埋怨我 是他自己偷偷地把这钱拿去 做了买卖 还是您同意了呀 同意了 同意了 你怪人家干嘛呀 你家里一个大老爷们的钱 投资 谁还没个投资失误的时候呀 你得认哪 你怪人家干嘛呀 他老埋怨我 我干这个买卖以后 我就看不了孩子了 然后那个我妈看孩子 有的时候我妈出去 实在没人看的时候 就让她来看孩子 然后他就说 他干那个网约车 不挣钱是因为 他总给我看孩子 老拿这个当理由 那你说我去看孩子 那不就当我 不是你看孩子有什么不行的吗 我没说不行 但是这个是 不是 我特好奇这件事 就一个当爹的说 今天轮里看一天孩子 不是挺高兴的吗 我的意思是啥呢 这个买个吧 两头你得渴出一头来 不是买卖当初是不是你决定 跟他共同决定要做的呀 是 做这买卖之前 有没有考虑过 后面后续这些问题呀 没有考虑 那没考虑就不要抱怨嘛 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一直在问你们 所有事情的结果 虽然生活不靠结果论来主导 但是日子有时候恰恰 就是要拿结果来反推的 比如说 小儿子你觉得带得不好 谁的责任啊 我有 你有责任 他有责任 对吧 这肯定是爸妈 我认为我没有责任 孩子带得不好 肯定是爸妈的责任 但是他当初承诺了 我不用看孩子 然后现在 是你儿子吗 你不用看 五年把我绑住了 不是 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是我儿子是不假 但是他要是不承诺的话 我看我是不会满月的 你老大看没看啊 我老大没看 为什么不看啊 都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当时上班 你前夫也承诺你说 不看孩子了 对啊 你这生活 那为什么离婚啊 因为他出轨了 我不是不愿意看孩子 是因为我需要上班 谁不需要上班 在座的谁不需要上班 周群老师 你看孩子吗 看呀 莎娜老师 你看孩子吗 看啊 你给孩子辅导功课吗 曲总 必须得啊 严老师 你看孩子吗 当然看呀 必须啊 谁不工作呀 谁不看孩子呀 我就挺生气 就是说的 你气什么呀 我不是说我逃避看孩子 不是 我是觉得 孩子如果你发现 他有问题了 首先肯定是父母的问题 因为他今年只有五岁嘛 你怎么连这个 都不承认呢 我承认呢 但是他当时承诺我的 你有没有问题 他是个骗子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孩子无辜啊 你没问题 所以你们夫妻俩 怎么能不吵呢 你都没问题 他也全正确 他的理由多出分啊 我是为了给你做月子 买卖你做败了 要不然我们生活不是这样 能让谁反省过自己啊 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错 他要是当初不承诺的话 我肯定不会生气 我也不会认为他骗我 他不承诺你都不会嫁给他 就一个愿意骗 一个相信骗嘛 所以我让这个骗子给骗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互相指责吗 你们有俩儿子呢 还有生活呢 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六年了 他当初对我的承诺 他都没兑现 我对他已经很失望了 如果要是再继续 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 又不过了是吧 那您希望他变成什么样 您就跟他过呢 肯定是当初他承诺我的 他兑现了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饭他做 对吧 五岁的孩子 从今天开始都是他看 您就跟他过 是不是 对 一个网约车司机干了这个 他怎么干网约车呢 但是他干网约车 他也没挣太多钱呢 他要是挣太多的钱 是不是这件事 就可以不用做了 他要是说 他好好开网约车的话 这些东西可以不做 所以 你要的不是他的承诺兑现 你嫌这个男人不能挣钱吗 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那你说 最起码他得给我一个稳定的房子呀 不是夫妻一起去打拼吗 因为我结婚之前 他有房子 到现在我们也没住进去 还怎么拼呢 没住进去也不是他的事 你是拆签房是吧 对 回签房 对啊 对啊 那不是没盖好吗 等呗 您在这把岁数都两个儿子的 妈了 您还没弄清楚什么叫生活吗 我能等 孩子能等吗 现在不是有房子吗 现在我们在租房子 而且还是租的是毛皮房 现在租房子是因为你没回签是吗 对 一直没回签 您就直接说这个问题吧 对 现在想怎么样呢 我太累了 我 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您实际上是不想跟他过吗 对吧 对 这个家说白了 有没有他您觉得都一样 是吧 不是 那有啥不一样的呢 毕竟他是男的 这 毕竟他是男的 哎呀 那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哪 所以您到底要干吗呀 想明白了吗 你也仔细琢磨琢磨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把一个女人逼到这个墙角上去 他会说我们结婚六年 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承诺 他没有兑现 他拿这个来说事 那这六年的日子 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你得好好反思 反思 一个已经对现在的日子绝望了 一个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 这个里面就有预期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真的努力 还是能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 很复杂 那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 夫妻之间要不要共同承担呢 还是所谓的大难来时要各自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跟你说 我录他们这段的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堵你知道吗 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 还对生活没有一个 我觉得叫基本常识的认知的时候 你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你是听不下去 他们是过不下去了 听到现在我就始终觉得 这位女士在问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嫁给你 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 我凭什么伺候你这一家人 我觉得她一直在打这个问号 是有这种愤愤不平 是吧 我想问几个题外话 你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 体重是多少 130 我能现在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体重吗 180 所以你对自己也不是很自律 管理得很好吧 生宝宝的时候才130嘛 对吧 现在有180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减不就去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借口 如果你想剪 一定是可以剪下来 就像你说 你的先生 如果你想戒酒 你为什么戒不了 你可以反问你自己一下 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管理好自己 当你在问他凭什么 我要为你做这一切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可以回过头来 问你一句 我凭什么 你结过婚吗 没有 我没有任何就是说 你结过婚 有孩子 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对等 我只是帮他站在你的角度 他也可以像你这样来问你 我凭什么 我一个小伙子 我没有结过婚 我没有孩子 我刚跟你结婚 我就要当一个十来岁男孩子的爹 这个十来岁的男孩 也不是很好管理的 他也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吧 凭什么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等的 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我怎么样了 所以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换过来 你想一想 我为什么不能戒酒 你想一想 我在这儿有时间指责他的时候 有这么多怨气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把自己的体重给降下来 让我轻盈地面对这个家庭和世界 可能你内心很多的那种痛苦不愤 慢慢随着你这一次有毅力的行动 也会化解掉的 你会重新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周群老师 我觉得李女士 你有一个特别让人 抓狂和生气的地方在于 如果你没有生过孩子 然后这个男人说 你只管生不用管 这样的鬼话 你信也就信了 关键是您生过一个孩子 你后来没发现吗 你听起来发现说 那个儿子其实他没管 但是那你也是为人母 也有这种母性的这种感觉在吧 就这孩子你可能不管他吗 你不想他吗 想 对啊 而且当宋先生说到 你大儿子特别奸 就用这么刺耳的一个词的时候 我没觉得你有多愤怒 赵川愤怒了 对 赵川愤怒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要对十几岁的孩子 下这样的不客观的一个定义 没错 我们都愤怒 可是你很平静 我就纳了闷了 甭管说这孩子是我跟你生的 还是我跟我前夫生的 他都是我的孩子 然后你反而说到自己被骗这件事的时候 就跟就炸了 拜托呀 就现在十八十九的小姑娘都知道 不能信男人这张嘴 你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信啊 而且这不是他骗你 是你主动自己愿意被骗的 所有的承诺需要判断 而且哪有人念着当初的承诺过日子的呀 其实你一直念着当初的承诺 一直咬定 说他骗你 归根结底是 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 因为你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 你说他虚荣 其实是你虚荣 觉得在前夫面前抬不起来头 我现在过得依然是这样的日子 甚至还没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好 你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一直说 你骗了我 你当初对我的承诺都没有实现 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如果一直活在这种执念当中 不放下对抗 不把挡在耳朵上的手拿开 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的话 你会生活得越来越糟糕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你既然已经当初选择嫁给他了 他的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 包括你自己 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 你不能每天自己 把自己的耳朵挡住 我不听我也不看我也不想 反正你当初就这么承诺我了 清醒一点吧 我觉得你现在要面对现实 接受你现在的生活 我就过这样的日子 当你放下这些对抗和执念的时候 可能很多事情就顺了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沙达老师 我想问问你们两个吧 今天来这个舞台的目的是什么 是分清楚各自的责任 还是说想找一种解决方法 继续走下去 说心里话 我还想跟他继续过下去 那女士呢 我不想跟他再走过去 我太累了 他是个骗子 在我心里他就是个骗子 对 所以你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符合你刚才说的 所有的那些问题 你们两个人身的状态 就属于好像一个公司 叫破产清算了 要看自己各自这股东啊 这两个股东要往里投多少钱 然后大家一分两散 来摆责任 你说都是他的错 因为你要抽身而走 推卸责任 是你今天的目的 同样 如果你真是认为 你的目的是想来合的 或继续走下去的 你也不应该是如此的表现啊 买不起房子是因为你投资处的问题 可你明明也是答应了 你敌提区就说过那些承诺的话 但你没有做到 你辞职不跟他商量 美其名曰 我要照顾你 实际上呢 喝酒去了 对吗 所以说你们明明就抱着分的态度 那就分了吧 何必要让对方这么难堪呢 六年的时间啊 怎么也是有感情 并且还有孩子嘛 至少也对孩子负责 不要在这指责了好不好 但是 女生态度很明确了 你要真想往下走的话 拿出点行动了 好吗 你就努力做一回又怎么了 试试看 能不能更好地走下去 如果能 有可能这个破碎的家庭就 重新又在一起了 因为你们有孩子呀 对不对 好 谢谢秦老师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 她还真不想分 到现在来到这个台上 指责自己丈夫的依然是 你说了 你要给我好的生活 你要给我房子住 你要带孩子 你要赚钱 你要这样那样那样 让我过得舒服 她特别想让这个男人 把她照顾好 她特别需要有一个人 让她可以 过那种轻松的 不用付出的生活 问题是 我们可以对婚姻抱有期待 可以对伴侣 抱有互相依靠的这种愿望 但是我们不能算计 不能计较得失 不能嫁给目的 你算得很好啊 我找这样一个人 他承诺了 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他实现不了怎么办 实现不了 就说这个人一无是处吗 你是嫁给这个男人 还是嫁给你想好的 那些条件和目的呢 所以我觉得 你既然需要有一个人 和你撑起一个家 那你就要分清楚 自己该做什么 对方该做什么 无论他当初 用了什么样的语言 跟你承诺 那你的本分是做什么 我也愿意相信 你是对他 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现在失望 但是这是生活啊 你选的这个男人 他就是这样的呀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 去把自己想要的 一些生活 一点点的努力实现呢 而先生 你当初那么轻易的承诺 不也就是想觉得 哎呀 我能找个媳妇 随便说什么都行 回头再看呗 反正我也娶回来了 孩子也生了 还能怎么着 不是那样的 你实现不了 你当初的承诺 但爱总要付出吧 我其实真的听不到 你对他有什么爱 月子里美其名曰说 我辞职是为了照顾你 跑去喝酒 人家也是为了生活好 赔钱了 你就不停地满意 你关心过他吗 你变胖还是变瘦 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对我有期待 还是没期待 我都不在乎 我没感觉 所以也许最初女士 是因为你的承诺 而嫁给你 最后一定是因为 对你的失望 而觉得生活无法继续 你们俩其实 各打五十大板 没有人真正的是 去付出我的爱 都在想着索取 一个只有索取的婚姻 怎么继续 好好去审视一下自己吧 谢谢 好 谢谢延老师 听着特别特别累 就从他们俩一上来 一开始说他骗了我 从说骗子开始 这个心里面 就真的跟猫抓一样 你先生今天是四十四是吧 对 上有老 下有小 正是这个男人一生当中 最累的这么一个阶段 你体谅过他吗 他爱喝酒 你给他温过一壶酒 跟他说两句提己的话吗 没有 对啊 不到四十呢吧 妻子 买卖做得不好 日子过得不舒心 你跟他静静地坐下来 安慰过他吗 除了吵之外 你们俩关于小儿子的教育问题 坐下来商量过吗 除了打之外和指责之外 说过吗 那老母亲走 为什么生气啊 是因为老母亲气走了生气吗 是因为家里少一个劳力吧 周群老师说得好听 命不自律 说难听点就是那个字懒嘛 做妈的连自己的儿子 都不愿意带上自己的妈带嘛 一样啊 那不是也不愿意带儿子吗 互相执责吗 那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 推卸责任特别容易 承担责任是需要勇气的 你把责任担起来 你也把责任担起来 其实我们算你的财富啊 两个儿子 多大一笔财富 虽然他对你漠视 但是好歹他没歪了八斜的 心还在这个家里 能力可能不够这个男人 人不坏吧 家是你们身上的一副担子 不愿意挑 可以撂挑子走 但是总得有人把它挑起来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媳妇 从结婚到现在六年了 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 而且这一路走来呢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承认我自身呢 你有一些小毛病 我会慢慢去改变 我还会爱你 还有两个儿子 会更加地爱你们 我争取两年之内 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媳妇 咱俩回家好好过日子 我会更加地爱你 宠你 媳妇 我爱你 你两年能买一套房子吗 您不能再随意地承诺了 婚姻靠的不是承诺 是实实在在地做呀 兄弟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怎么会人到中年把日子还过得这么糊涂呢 他们就是把生活想得太容易了 还是那句话 挣钱真的不是目的 家庭生活最重要的是和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别烂 请开门 人到中年别再抱怨了 他是努力地工作和生活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怕折糖喝碱醇 碱醇酸酸奶 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 君乐宝 碱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 打开天猫搜索 君乐宝碱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来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嘉宾的浪漫时刻 来 请亮灯 回家好好过日子 好吗 别再抱怨了 加油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大家